下达建发电厂是在台中县河平乡,是大甲西全流电力开发的一环,上游是刚开工的拔建发电厂,下游有谷关和天轮两个发电厂,和正在工厂中的轻薄工发电厂。 这座施工经过六年半,动员三千多人,总工程费大约25亿元的下达建发电厂,也是前省单机容量最大的水利发电厂,目前的发电量是18万瓦,将来的总发电力量可以达到36万瓦。 今天的进攻典礼是在下午两点钟举行的,袁副总统亲自主持,美国驻华大使马康卫和日本驻华公使伊藤伯教,先后在典礼上致辞,赞扬这项伟大的工程将会增进台湾千千万万人民的生活。 接着行政院蒋副院长主持了按钮仪式,两部巨大的发电机同时发动,参加典礼的一年,接着参观了厂房和控制室。 这个全省最大的水利发电厂,目前已经安装完成了两部水利发电机,一定后年再安装两部,它的效益是以发电为主,但是另外对于农田灌溉、防洪、工业贼水和发展观光事业都有很大的帮助。 感谢观看